我们今天介绍电流的磁场 它现在最后有两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例题是说 有一个半径为R的塑胶圆盘 它的电量均匀分布在表面上 当圆盘绕圆心以角速度 Omega旋转的时候 求圆心处的磁场 以及磁举 像这个图 它现在这是一个圆盘 它上面有电荷均匀的 在这个地方分布 它的总量是Q 这个圆盘的半径是大R 它现在以Omega的角速度绕着一个轴 要求经过圆心的轴在旋转 现在要求圆心这个地方的磁场 还有磁举 现在我们就要怎么考虑呢 因为它要求磁场对不对 那我们学过哪一些 那我们学过哪一些求磁场的方法呀 第一个是 如果一个细导线上有电流在流动的时候 那么细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那这个是用 Biltsavalo去积分 好 那么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有电流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流的附近就会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这是什么状况呢 我们这个 它不是一个细导线 对不对 不是细导线上的电流 所以啊 我们就排除了这个Biltsavalo 那么它有没有电流呢 因为Q 有电量分布的圆盘在旋转 电荷跟着转就会产生电流 所以呢 电流会产生磁场 所以这个是由电流产生磁场的方法 来求 OK 好 现在我们来解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取一个半径为R的同心圆形的电荷基数 厚度就是DR了 这一个DQ 这个就是DQ 因为它在转就有这个电流 好 现在DQ是多少 这个深色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环状的 它的电流等于什么呢 而电量是什么呢 因为电量就等于Current Density乘上DA DA就是这个这个环 这个环它的面积 好 那么 G是什么呢 这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是Row了 我打错了 应该RowDA RowDA 就是电荷的密度 那这个密度就是它总电量是Q 然后整个的面积是πR平方 所以它被πR平方除 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电量 单位面积有多少电量 这个是Charge Density Charge Density 在这里我们应该用Sigma才对 Sigma等于这个 OK 好 那么 乘上一个DA 这个面积激素就是里圈的长度 2πR乘上它的厚度D2 怎么取这个DQ了 DA 这个你们一定要学会 要不然你题目都没办法做 它自己就悟出来 好 然后 这个一除 就变成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这个DQ 好 这个DQ在转 它每一秒钟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画一个界面 它转一圈的时间正好是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的时间有DQ的电量通过 所以它的DI 电流基数就是DQ over T DQ over T 那DQ呢 是 那其实我们用 这个是用这个式子 被2πR 2π over Omega 除 也可以直接用这个被这个除 最后算出来是这个式 这是电流啊 这个小小的一个电流基数 所以 这个环状的电流基数 在原心产生的磁场 我们前面已经求过 对不对 由Build Savalow求出来 它的值是这个 这个值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们都常常用到 常常用到 然后我们就把DI 带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呢 由这个 这个环状的 电荷基数 产生的电流基数 在原心的地方 产生的磁场是dB 那么 原心的总磁场呢 就是 积分 积分就是说 你这里可以画好多好多的环啊 这种环状的这个 基数啊 每一个环状基数的磁场 全部都加起来 那么 就是这个 积分积出来 这个 第二积分 它从零基到大R 就是这个 好 这是一个向量 你不能只有大小 那么这个方向呢 我们就写 出紫面 因为它电流 现在是这么流 这么流 你们方向看是这么流 出紫面 好 现在要看 原心里头产生的磁矩 是什么 那我们就还是由这个 环状的电流 产生的磁矩 这个叫做磁矩的基数 Dμ是等于I 电流乘上这个面积 配二平方 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这里有好多好多这种环状的电流啊 每一个都有这个DU啊 那这些DU全部加起来就是积分 这个积分就等于 这个积分 这个常数拿出来 积分就变成这个 它的方向也是出紫面 它的方向是看这个 面积的方向 OK 面积相量 面积相量又是看电流 电流这么流 面积相量就是这个方向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有一个空心的圆柱导体 空心的圆柱导体 就是这个实心的圆 跟这个实心的圆 这个是一个空心导体 圆柱导体的一个切面 切面 它内半性是A 外半性是B 那么它里头呢 有电流分布 电流的密度啊 不一样大 跟R有关系 J呢 是在C乘二平方 C是常数 R 老体内的任意一点 到轴上的垂直距离 现在要求空间 任意一点的磁场 因为有电流嘛 就要求磁场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电流 我们要用这个 我们现在要求电流 你怎么做呢 Build Savalot 能不能做呢 它这个范围太大了 它不是一个细导线 不能做 好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安培定律 因为它的电流密度的分布啊 有对称性 就是 同一个R 同一个R 上面的电流密度 对于轴来讲 是对称的 这个也是对称的 好 那么 我没有安培定律 因为它有 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我没有安培定律 那就安培定律写出来哦 这是安培定律 细分上面有一个圈圈 有没有 这个代表什么 这是L的话 就是路径 封闭路径 这两个都是 相量啊 DOT 一个都不能少 这一点都不能少 等于 等于Muling i enclosed 好 现在取半径 为R的同心 圆形 封闭路径 因为这里要一个圆形的路径呢 那我们就选这个 虚线 半径为R的圆形虚线 那么由这个电流做圆柱状对称 我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么做以后 这个路径上的磁场 有以下的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 就是这个磁场都一样大 你站在这个地方看 看这个电流的分布 每一点都一样 所以每一点的磁场应该都一样 它的方向呢 根据 根据这个 安培右手定则 电流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方向呢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那我们就取DL 跟B场 DL就是切线方向 B场也是这个切线方向 所以这两个就平行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就把这个区域呢 要这个空间呢 我们分成三个区域 一个是在A R在AB之间 A跟B之间 A跟B之间的区域 那么我们把这个 左边 安培定律的左边 变成这样子 因为这两个同方向嘛 所以变成B乘DL B是常数提出来 于是这个积分就是 这个2πR 2πR就是这个 B场乘上这个长度 好 Muting I呢 那电流是指什么 I enclosed 是指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虚线 封闭路径所围住的 这个范围以内的电流 这个电流啊 它就等于Current Density 电流是Current Density 多的DA 这个I等于Current Density 多的DA 然后我们积分 积整个的这个 这个面积 好 现在我们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取DA 跟电流密度同方向 要是取这个方向 然后DA等于什么呢 DA就等于 2πR 我们这里 取一个 这是R嘛 A跟B之间 我们还是取这个R嘛 R 比R大一点点 R加DR 再取一圈 那么 这一圈跟 跟另外 这一圈之间的这个面积啊 面积就是等于2πR 乘上这个厚度 乘上这个厚度DR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值 带到这里头来 因为Current Density 跟DR同方向 所以呢 我们就写成JDA 那J是什么呢 J 就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等Cr平方 就是在R这个地方 是Cr平方 乘上DA 2πR DR 然后这个积分就是G R的三次方DR 积分积出来 把上下线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值 跟这个值相等 这个值 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求是B乘 是等于这个值 方向呢 也是逆时针方向 OK 这个是在R介于AB之间 好 现在我们再看R大于B 就是这个外面 外面 那么左边B到DL 同理可以得这个 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 这个路径啊 做到外面来 R要大于B 在外面 同样的道理 B长 也是长数啊 也是跟这个DL平行啊 所以有这个结果 但是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Muling I Enclosed 这个还跟前面一样 就是这个 J还是这个 好 现在 DA我们还是跟 刚刚那样子取法 不过那积分呢 只能够从 A C到B 因为A里头没有 B 半径的外头也没有 所以是从 AG到B AG到B 刚刚是从AG到R 那么这个积分 积出来就是这个值 然后这个 等于这个 我们就得到 这个时候的磁场 是逆时针方向 也是逆时针方向 R大于B 的区域 那R小于A的区域呢 这个区域 我们知道 在这个区域啊 你如果 这个 虚线做到这个区域里头啊 那它的内部根本没有电流 所以是0 然后这个 它当然还是等于这个值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可是它等于 μ0i是等于0 好 那现在这个 B乘二配二等于0 你不能马上就说 B乘是0 那我们要怎么说呢 说二拍不是0 对不对 R呢 是 只要小于A的地方 我都可以取一个半径 是R 这R我 取它不是0 它就不是0 但是 这两个虽然不是0 可是乘起来是很等于0 那一定是什么 B乘等于0 对不对 B乘等于0 那么这个就是 把这三个区域的次长啊 我们就求出来 好 你们用 以后 要应用安培定律啊 一定要 按照规矩来用 你平时就要做西题要用它 你不要到临时 考试了 再看别人做的 或者是找什么体解来做 来看 你根本就不懂道理 你就 硬直把它背下来 他跟你讲 你花多少时间去背这些东西 你的时间就损失多少 这些没有用啊 没有用的东西你去做它干什么 平时就要做西题 然后 把这个 原理都学 学会 啊